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大港的青年实习计划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公司培育跟储备未来一个人力包含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公司会去挑选出来我们未来要重点培育的优秀人才平常不会去到一些工厂啊或者是医院啊但是就是如果你去拍摄的话就可以去接触一下这些从来可能没有去过以后也未来也可能没有机会进去的地方蛮有趣的 想来这里是因为在学校也学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想说来业界看一下跟学校有什么差别 就是想要出来看看说我学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跟这个社会上可以接轨 因为我剪的是日文的教训影片所以我特地去学了日文就是是一个增进自己的机会 有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就是在这次都有学到这样 学生其实展现了就是他们的活力清合度 在跟他们配合方面上也很开心 因为就是有互相学习到的地方 对公司而言其实我们能够先期的训练一批学生 那毕业之后我们期待他能够到当初参与这个program的公司行号来进行服务 其实这样子可以缩短所谓的学用落差 会在仪器上面接触到跟在大学实验室里面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在学习操作上或是课业的应用上我都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我觉得大学所学是一个基本 那企业实习才可以真正体会到工作上可以尝试到的事情 所以会想到到企业实习 广播电台其实跟我学的不太相想 因为我本身是走电影电视的 但是我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相互融的 比如说在写文案的时候 有需要一些创意思考等等的 因为现在数位化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新学 而且新科技 新的思维 应届毕业生 这些大专院校学生 他们比较知道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 可以创造一个情境就是说 我觉得他会有更确定的了解 了解之后会做几个决定 一就是这个是不是我想要的 那我相信这些机会 他们如果没有透过这样的Pologram来接触的话 是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Matching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 因为企业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找到还要的人才 然后对我而言是我觉得 他可以让我知道我未来的指甲方向